来自金门的杨绸钦是一位职业美人 而他也擅长做嫁娶会用到的存拿灰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小就对婚礼风俗很有兴趣 甚至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主业 而这每一对由他促成的姻缘 他也都会收到他手作的存拿灰 而且这个存拿灰还会依照南部跟北部 不同的风俗来做变化 而不论是哪一款都非常的美丽好看 来自金门的杨超清 从小就很喜欢婚礼的习俗 长大以后就将没人工当作他的工作 他特别擅长做存拿灰 他表示现在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 小时候看长辈在做存拿灰 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学起来当作兴趣 只要他做没人工 就会收到他亲手做的存拿灰 我本身是以婚礼礼数部分的那个没人为主 那就是小时候就是会看长辈在做什么 就是跟着有兴趣就学习他这个手工艺的东西 他没有先听说一定要是残花的 他像这种农村他也是像是存拿灰 或是布下去做的民间来讲 他就叫存拿灰 杨超青表示 存拿灰会因为南部跟北部有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每一个他手做的存拿灰都需要因应地方的风暑习惯 精致一点的话这个是像北部 那像那个中南部的话 重视就是比较双朵 双朵春的那种概念 就是喜事双双对对有这个意思在 南部款的话他就比较重视那个主角 那他们就是插一对 然后搭配其他东西 那像其他亲友的话就是比较小朵 双朵这样 本身是金门人的杨超青 说到金门地区的存拿灰特别有感觉 他表示拜佛祖也需要用到存拿灰 用在佛祖身上的存拿灰叫做佛祖观 现在剩下金门有这个风俗 就是我们金门离岛所用的那个 南话来讲跟普州哥 过年前就是会送神这个习俗 观音码头上所用的那个佛祖观 换下来 那这个因为我们人都会打扮了 何况是女神也是要打扮漂漂亮亮的啊 甚至金门还有保存 我们金门的鸡拉灰 那石榴是象征 以传统的婚礼来讲 它是象征多子多孙的意思 那这个小吉的话 就是一般的那个亲友会用的 那大吉的部分就是也是以主角 一支那个双朵的存拿灰 象征桃存尾给从头好到尾的意思 365行行行出状元 媒人虽然不分性别 但是媒人工比较少见 会传统手艺的媒人工又更少 随着时代变迁 传统的文化也渐渐流失 也希望这些传统文化的精神被保存下来 记者丁归此云线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